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寶嘉莉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潛攤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他步兵單位非常便宜 那織布技術可以一秒就研發完成 所以他也很適合開局點織布 然後拉一圈去搞租啊搞入 是一個蠻適合的策略 哥德仁除此之外 他後期也有火炮跟火槍 即使遇到對方一次步兵大軍的情況 也可以用火槍進行反制 但他的缺點是沒有三級的馬鎧 也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到了後期步兵劍兵勇士的部分 遠防會稍微少了兩點會差蠻多的 但哥德仁戰冒兵也是三攻三防也是正常的 他除了攻兵以外其他都還可以堪用一點 畢竟哥德仁他也算是有大落馬的文明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營壘這個建築物 是一個造價城堡一半的建築物 功能跟城堡差不多 只是不能研發金罐跟銀罐 但是可以產出他的寶兵 寶加利亞奇兵 那寶加利亞奇兵呢 這個單位也是被我稱為喪屍奇兵 被擊倒之後還會爬起來繼續扁你 非常的難受 所以寶加利亞人呢 如果你單純只用長槍兵的話 是打不完的 你的槍兵是打不定寶加利亞奇兵 剩下的那些爬起來的步兵 非常的難打 那寶加利亞人呢 後期還有這個馬凳科技 馬凳科技呢 可以讓奇兵攻擊速度增加33% 就是連大洛馬都能吃得到的這個科技 非常的強 那寶加利亞人呢 後期遇到對方有高攻擊力的近戰單位 也可以轉成步兵協議科技 非常的強 近防可以高達9 所以寶加利亞人呢 本身來說他也算是個半全能型的文明 因為他的馬攻呢 也是可以打的 三級射還有這個拇指環 該有的基本上都有 只有這個三級工兵鎧甲沒有 會稍微弱了一點 但以工B線來說 有三級射是最重要的 其他東西算是 三級射跟拇指環是最重要的 其他東西是其他人都會有 這個工兵鎧甲的話 其實有跟沒有 其實無所謂 你只要前面喔 出更多大衝車啊 或者是這個大洛馬在前面檔就可以了 那寶加利亞人的兵工廠呢 跟工程器製造所 科技的研發是半價的關係 這個肉類是半價 黃金沒有 所以寶加利亞人呢 他後期也很適合 趕快出這個大衝車 前期的部分是 最好是點下來一攻一防 去跟對方做交換 逼對方也去點一攻一防 可以換到一些 經濟上的一些弱勢的一個補陣 畢竟寶加利亞人 是完全零經濟加成的文明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這張淺灘地圖 那淺灘地圖的打法喔 跟阿拉伯是差蠻多的 因為一開始的路是非常的多 我們可以看到喔 這邊還在吃路肉喔 那這張地圖呢 對哥德人來說是相當有利的喔 因為哥德人吃這些野味呢 可以吃的再更久一點喔 所以道德可能是想要再淺灘這張地圖了 用這個吃肉的一個優勢喔 在前期打出一些特殊的戰術 例如前期趕快快速上層 然後用戰盡壓制敵人喔 畢竟中間這張圖呢 是可以走過去的喔 而且也可以補魚喔 那這個魚池全部吃完的話 有高達1萬1的這個食物喔 可以吃好吃們 所以拿到中間的海域 多多少少對自己的經濟壓成喔 還算是不錯的 那道德可能是想要延續經濟流 就是快速上層 然後打陰海戰 那他這邊村民樹按的其實 有點多喔 24村 24村好像還可以 那這邊是打一個24加4艘魚船 魚船有在按嗎 OK 他這邊是補了4艘沒有補到6艘 這個是細節 那通常這樣打是因為 待會他還要去蓋一個兵工廠或市集 所以再繼續按魚船的話 待會木頭會不夠 好 結果這邊下的是巨蟻 結果是要落馬開局嗎 唉唷 這邊還拉了一隻村民跑到後方 又看來才是要開稿的地方 OK 醫生到封建時代 馬上補下了射箭廠在後方 那刀頭這邊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兵工廠補在前線 那馬舅呢 要補嗎 他這裡有點慢補了一點 看他升級以上可能要再多按一村 好 在下面 OK 那就不用了 這一村 出來升到城堡實彈 27村 23變 24變27 按三村 嗯 那跟 25加2好像沒什麼兩樣啊 好 那 那寶達利亞這邊是後方弓兵開局 那這個就有點特別了 可能又是抓到喔 那個道德會覺得說寶達利亞人喔 弓兵是不能升級的關係喔 所以完全沒有在防 而且他也並不知道後面在常見植物 好久沒有看到常見植物的大招了 OK 又有常見植物這邊長得有點成功 來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看到後面一堆弓兵走過來 道德應該第一時間傻眼 應該是覺得 WTF 後面怎麼會有弓兵走過來 這邊為房子沒有衣吧 弓兵一樣射得到的 好這邊要直接全部收村 拉到前面趕快補 補這個毛兵的生產 他毛兵沒有在按 在忙著控弓兵 好控村民了 不是控弓兵 拉了一村去確認一下 後面果然有鬼喔 好有建築物 好這隻村民 補下了一個遼望塔 那這一村的戰術喔 打得非常的有成效 好那道德直接一個大遷徙喔 搬到上面金礦處 開始爆挖黃金 反正你弓兵開 短時間內喔 是沒有辦法騷擾到我上方的金礦處 村民 結果哥德爾這邊轉馬弓 有料了 那哥德馬弓喔 其實也算是稍微能用了 他只是沒有到那麼強 因為他的馬弓呢 是沒有拇指環的 而且也沒有安血 所以 走馬弓路線 城堡時代初期用用 可能出個十隻 二十隻 可能就是極限 那我就覺得 對方已經是工兵開局了 出馬弓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好壓制 出騎士的話 壓制會更好壓一點吧 這個馬鎧投資 後期也可以轉大弱馬 好 這邊工兵直接走到了中間的潛攤 我不知道是要去哪裡喔 還是YOU其實有偵查到上方的這個城鎮中心呢 看一下YOU的視野 有點好奇啊 好 YOU這邊好像是沒有看到 這邊是剛剛弱馬經過的路徑 大家可能是想要先check 到底有沒有在外面偷開城的東西 他先從下面經過再往上走 所以他是走一個確認路徑 雖然他沒有看到 但是他有過來確認 好 五毛兵 這邊繼續攻擊 那這樣地圖的黃金 並不像阿拉伯的分布喔 黃金有這麼多 這個主金只要被控制了 然後就只能挖下面這塊附近 下面這塊附近也被控的話 就只能去這裡挖黃金了 所以錢現在打起來有點算是 兩塊區域的掏金草的感覺 好 又這邊繞了一圈發現 嗯 確實有在偷挖金 好 老闆這邊繼續補下新的城鎮中心 哇 這邊聰明直接被抓掉三村 哇 總共被抓了五村喔 那保佳莉亞這邊是還沒有 去趕快補下碼頭 現在道德還有這個補魚的紅利 好 一隻補 一隻爽 肉一直吃 補佔了非常多的經濟喔 好 這邊直接撞城鎮中心 工兵單位可能要送掉了一些 沒有全部送掉還行 好 謝謝馬功 打不住這個毛病 好 保佳莉亞升到城堡 實在先點下了二級射跟奴炮戰船升級 好 果然還是要先去把這個船給燒掉 好 在家裡左邊的位置補下了一個銀雷 這樣來控制城鎮中心的挖掘 好 這邊銀雷蓋好之後還偷掉了幾村 哇 很賺啊 這裡要再補一個嗎 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挖石頭 好 那道德現在是經濟開局 3TC開農 保佳莉亞是3TC 然後挖石頭 還有把一些農田一些人給換掉去挖其他資源 好 這邊轉出了騎士 在上面偷砍村民 要不要轉個修道院 在上方 哇 這兩個馬功可能 連環銀壘推 再補一個銀壘 再拆你一座城鎮中心 道德這邊要再繼續撤了 好 直接補在家裡的位置了 好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騎士直接抓掉這邊來蓋房子的村民 現在道德一直到處被打 連家裡的這個 魚船也被燒喔 但還有兩個燒活了下來 這個海塔還是有幫助到 好 這個道德 好 拖石車想要解 利用塔 但是騎士解掉了拖石車 目前看起來道德是稍微劣勢的一方喔 雖然臭民術是領先喔 但他的軍事方面是 沒什麼在出兵 而且也沒在騷擾對手 只是在專注在開農 這個部分 好 拉來一隻騎士 來解掉槍兵之後 再來解村民 槍兵繼續出來 哇 連騎士也砸掉了 好 上方的寶加利亞 繼續拉村民過來蓋營壘 但是被馬公抓了個陣著 營壘蓋蓋不起來 這邊要把他圍起來嗎 避免被蓋起來 好 那上方這邊村民中解掉之後 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那這裡要蓋其實蠻困難 不能蓋在這裡 因為這個有這個水灘在這 大家只能蓋這裡 不能直接用城堡解掉 不然就是要蓋這了 好 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想要讓自己的馬公設在更準一點 後方家裡的問題 並沒有很積極的去處理 反正是把馬公開始拉到前線了 好 下方寶加利亞這邊 又再補了一根銀壘出來 好 這時候展出了寶加利亞騎兵 竟然又有我的村民了 只有58村 剛剛也被擊殺掉了一些 好 寶加利亞騎兵被射倒 變下馬版的寶加利亞騎兵 攻擊力好12 好 直接在城市中心旁邊補了一根城堡 這一場對久就是你插我插你瘋狂亂插 安道特這邊抽菸術依舊還是領先的 安道特這邊抽菸術依舊還是領先的 好 這邊馬公過來騷擾一下 但是被毛兵擊退了回去 好 後方的箭塔中起掉了 OK 射掉了這隻殘血騎士 OK 射掉了這隻殘血騎士 知道他這個箭塔還沒有解決掉 轉出了一台衝車 繼續開頂 OK 下方因為被蓋起來 應該也是會被城堡給拆掉 這時候道特的抽菸術來到了87吋 不過加利亞只是78吋的村民術 好 使用抽菸車解掉殘塔之後 再去頂掉奴犯 但是要來拆除後方建築物的問題 就把保佳列亞轉出了奇兵的升級了 跟蹤技術跟一攻一防也都補下了 哥德這邊則是轉出了更多的衝車 想要來拆除更多的淫淚 好 這邊也轉了一些哥德衛隊出來擋一下 哥德衛隊打工兵單位非常痛 好 直接拉村民過來解一下 這個村民快解掉衝車 才有機會守得下來 但哥的衛隊越來越多 保佳列亞奇兵也過來營救 好 哥德衛隊看到了 保佳列亞奇兵 決定要往回撤 沒有打算要繼續潛壓 好 上方的城堡也是發動了幾台衝車 道德這邊投資的衝車非常多 但沒想到右這邊 上下兩邊都有保佳列亞奇兵啊 哇 這個資源非常到位 這樣子道德的衝車戰術 就沒有辦法成功拆除這麼多的淫淚 好 那又有軍力上的優勢 開始給道德更多的壓力 差更多的淫淚 OK 上方補了一些軍銀 染出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想要守住自家人面 但是保佳列亞奇兵太多 這邊蓋是很能蓋得起來的 哇 結果銀雷最終還是被蓋得起來 這裡被控到了一些田 OK 把房子Delete掉 然後補下了一根城堡在前方 這邊保佳列亞奇兵可能不會再撤退了 哇 直接在城鎮中心敲爆這些村民 好 右邊的哥的衛隊 拆除掉了城鎮中心 也組裝了對方的石頭採集地 下方的衝車也在多線進攻當中 好 這邊補了一個模仿 重新灑一些農田 或是來這邊吃鹿肉也行 哇 這裡死傷太多了吧 來到了65村了 格德 現在的衝名處被保佳列亞反超 104村對上91村 好 右邊的衝車也被解乾淨 那這根城堡還是順利的把陰類 城鎮中心給拆掉了 這場有點微妙 保佳列亞瘋狂迎雷狂飛 但是好像沒有讓道德直接死去 那這根堡蓋的時候死掉的村民非常多 所以還是有傷到道德的一些經濟 好 中間的海域部分 海塔 剩下一個人在這裡 喔 要直接拆除海塔嗎 海土是特殊的建築物喔 不能建造 然後他一開始就有三發的箭矢出了 非常多 OK 手撕掉應該沒問題 好 道德這邊沒有打算要來生城堡帝王時代了嗎 按更多的衝車 那給大家一個比較直觀的觀念喔 就是你只要看到對方城堡時代按衝車喔 通常就是他沒有想要上帝王 所以現在又知道道德這邊沒有想要上帝王 自己防守可能要再多加強一點 我更多的保加利亞騎兵 或是要偷偷農上去喔 都是可以的 OK 上下兩邊保加利亞騎兵數量都很多 好 哥德這邊轉出了槍兵 對上哥德衛隊的一個組合 好 保加利亞騎兵雖然不夠多 OK 終結到前方的步兵陣 後方的衝車能解的掉嗎 哎呀 搞定 好 加利亞這裡補下一級的步兵板 鎧甲 下方的城堡 蓋了起來 這次補的不是... 銀壘囉 他可能想要用城堡對射 待會要補下巨型投射機 保加利亞騎兵直接追到城堡的兩中 中間之處 擠掉了剩下的衝車 道德這邊的衝車 並沒有要停的意思喔 還在按 就是要拆除你的保加利亞的銀壘 那你不能出保加利亞騎兵了 他就贏了 目前道德的思路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用保加利亞騎兵來防守 我就用槍兵 加上哥的位隊友進行反制了 好 右邊直接抽掉了非常多的保加利亞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 但是下馬版的寶加利亞騎兵打長槍兵傷害史實太高了 然而長槍兵打寶加利亞騎兵解不乾淨 所以它都是下馬版的寶加利亞騎兵打爆了長槍兵 那就是單出槍兵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這就是寶加利亞騎兵最麻煩的地方 好這邊有哥德威隊 哥德威隊稍微可以打得贏 哇但這邊箭矢太多槍兵數量可是一直損失掉 中間補著這根新的城堡扛了非常多的傷害 寶加利亞騎兵也開始慢慢過來 拆除前方的衝車 這根城堡沒有去射下方的寶加利亞騎兵 OK終於開始了 好升到帝龍時代的寶加利亞 補下了巨型投石機 哥德這邊還在繼續出衝車跟護兵單位 完全沒有要想要升帝龍時代啊 好下方也有衝車 兩邊都帶了瘋狂出衝車 那這邊是有轉出了一台巨型投石機 好這邊的鋪兵也是慢慢串的出來 這樣子一下對方的鋪兵 但鋪兵已經全部倒光了 我感覺道德好像在練招啊 但是他想練的東西被 右的一個前置射箭場 給打斷了 所以他後面這邊的進攻方式 就顯得比較單純一點 槍兵跟衝車跟各的威隊想要早期拿下 但看起來是要被拿下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好增加了無政府狀態 讓自己產出哥德威隊的速度 可以更快量產起來 那現在依舊是時代劣勢的情況 還在繼續補步兵 好寶貝龍時代 該點多點了 三弓優先點了下去 騎兵鎧甲幣沒有很優先 先升攻擊一次對 接近待會 普加利亞騎兵跟步兵 都可以吃到這個三弓的紅利 哇 解槍兵速度快多了 好這邊三台衝車 一直頂 但是道特這邊突然打出了GG 看起來夏皇這邊轉出了雙手劍兵 讓道特完全扛不住 雙手劍兵一出來之後 還有血液的這個超強的近戰防護力 槍兵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哥特衛隊出來打一下可能也只有三四滴 用哥特衛隊反制回去也是相當不明智 雖然哥特這邊的食物量剛剛快要來到了 可以點帝龍時代還有這個黃金 但道特可能覺得 甚至玩帝龍之後 家裡可能也沒了 這確實是有可能的 畢竟保加利亞這邊的工坊已經升到快要全滿了 推到他家門口也是時間招玩的事情 而且推到他家門口 他可能才剛上帝龍時代 三攻三防或者是一些該轉的火槍都很難轉出來 所以這邊只能忍痛打出了GG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還是哥特的領先 畢竟保加利亞這邊是零經濟加成的 雖然後期的村民術有贏 但長時間的村民優勢還是道特這邊領先 軍事方面則是保加利亞拿到1.42的KD 哥特這邊拿到0.69 這場比賽最大亮點應該就是在 右的後方補了兩個射箭場 讓這個道特輕忽了對方可能會野射箭場的可能性 這張地圖確實是滿適合野射箭場 但是你一定要一開久就要進去 拉個一次趕快過來偷抽名進去才行 不然對方開始圍的話就很難再偷渡進去了 所以這招要成功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